哎,又是法教造反又是围剿作妄道的,都是是啊,人全都洒出去了。 对于目前的情况,南宫显得有的不耐烦。 听到这话,离火妄盾时心中一动,作妄道现在围剿得如何了? 你自己瞧吧,我这还忙着呢? 当那本后书被掀开,看着那些作妄道通缉上,大片大片地诛杀二字。 离火妄盾感压抑的心情舒畅了不少,在对副作妄道这件事情上,这件天司干的是真不错。 这册子上的记录再加上之前上京城一战,离火妄判断这条子饼子万子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 哪怕三元四喜,尖天司也收获颇丰,四位北风全奸,东风死了三个,红中死了两个,白板死了一个,发财死了一个。 而且之前的头子已经死了一个了,也就是说,这唯一的头子快变成光感了。 咱们尖天司为了对副作妄道,可下来大力气了。 离火妄一边翻着纸张,向着木柜后面的南宫说道, 不止呢,我听说为了对副作妄道,不但联合其他国的尖天司, 司内还找了不少名门正派一块动手, 为了能劝得动他们,内裤又是一堆开销。 名门正派,离火妄脑海中想起了一些不太好的记忆。 不过,现在作妄道可不好找了, 面对这阵仗,作妄道全躲起来了, 一点头都不敢漏,最近一个月没抓到什么人。 听到这话,离火妄默默点着头。 自己被投资威胁,处境不太好, 可这投资的处境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么看来自己胜算也不是很小。 只是现在有些为难的是, 白领秒在他手里, 如果不能保证白领秒的安全, 哪怕自己赢了也没用。 离火妄把手中的书册合了起来, 看向眼前的男工再次问道, 怎么没见做妄道头子的通缉? 哦,你还知道的不少啊, 居然知道头子, 头子的事情由丝天剑大人负责, 那可是坐妄道的头目, 寻常人根本对付不了。 丝天剑,离火妄想起那斗篷下面的 三双指甲齐长的手。 这丝天剑能对付得了头子, 离火妄一点都不意外, 只是连自己这个坐妄道红中 都不知道现在头子在哪, 他们真的能找到头子吗? 先等等, 大齐的那些坐妄道该不会还没走吧, 合伙把丝天剑一举埋伏了吧。 这个想法让离火妄后背一凉。 李兄放心, 他们不是心盘, 他们毕竟是大齐人, 在这大梁待不了这么久的。 听到诸葛渊的回答, 离火妄这才松了一口气。 也对, 丝天剑都看见了大齐的坐妄道来的, 这种事情他肯定也会考虑得得到。 对了, 南宫兄, 最近上京城内满城风雨, 尖天司内可有什么内部消息。 听到这话, 刚刚一脸漫不经心的南宫显得认真起来, 声音也带上了一丝陌生。 而九, 尖天司的规矩你是知道的, 绝不参与皇家的争权夺利, 你要找内部消息, 别来尖天司找, 一点都没有。 寺库里也不会记半点。 看在认识的份上, 我提醒你两句, 虽然你是耕其, 可你没入关, 现在在寺内顶多算个散值, 你硬要掺和, 寺内也不会去把你绑回来。 但是真要出了什么事情, 哪怕你就是被别人杀了被别人活寡了, 那寺内收尸都不给你收, 这事情你自己好好想清楚了。 大梁皇帝的更迭, 这么重大的事情寺内当真的一点都不管。 管什么? 尖天司确实有些事情确实要跟皇帝商量, 可这不是皇位没稳下来吗? 让他们打呗, 谁赢了谁就是皇帝。 你可能不知道, 这种事情在史书上多了去了, 比这更离谱的都有, 寺内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放心吧, 文武百官也不是瞎子, 这顶多死一些人, 不会动摇国本的, 真要闹出阁了, 有人会出面的。 尖天司的反应远比李火旺想象的还要冷漠, 他们只在乎那条最毒最强的王什么时候出, 养骨的过程有多少骨虫死亡, 连看一眼的想法都没有。 多谢南公兄提醒, 见没别的消息打听了, 李火旺也不在这地下大堂内停留, 从尖天司内回到自己的屋内。 等来到当初迹象送给自己的小院内, 李火旺坐在矮树的长凳下, 默默盘算着自己在上京城内, 暂时找到的一切消息。 李火旺再次确认自己的目标, 拯救白领鸟, 最好再配合尖天司弄死头子。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斩草要除根个, 只有死人才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但是如今自己想要完成这个两个目标, 非常困难。 不知道头子在哪, 白领鸟又被困在哪, 该往哪边使力, 自己连目前方向都找不到。 想着想着, 目光坚定地离火旺拳头逐渐握紧, 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修真不能断。 这不但关乎诸葛渊能否复活, 还关系到自己在这混乱的世界 能否保护自己能保护的人。 现在这种情况, 也不知道上京这边坐望道有没有暗探, 我先按照头子的计划走, 然后暗中积攒资源, 寻找机会。 在这上京城内, 跟头子有仇的不止我一个, 神山鬼之眼被窦老抢走, 无论是大梁皇家, 还有监天司, 对头子肯定恨之入骨的。 只是如今这种局面, 我该如何霍水东流让他们斗起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 红中老大, 你还要防止一点, 头子老大是知道你身份的, 万一他与死网破, 把你心诉还有做望道的身份告诉全天下, 那到时候一定特别精彩。 我不是做望道, 离火望的声音猛地提高一节。 哈哈哈哈, 红中老大, 你别耍了。 离火望猛地站起, 猛地瞪向幻觉做望道, 下一刻, 他握紧拳头, 狠狠地砸在那做望道幻觉的脸上。 那做望道幻觉, 坐在地上愣了好一会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我活了, 我活了。 然而下一秒, 李遂的触手从旁边伸了过来, 向着他身子一缠, 却直接穿了过去。 哈哈哈哈, 你又死了, 你被道士耍了。 见到他脸上的失落, 一旁的和尚高兴地大笑起来。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